公元前208年9月,向良战死定逃 大约与此同时,河北也出现变故 李良率领他的残部投降了张寒率领的秦中央军 还是老规矩,我们回顾下要是一届,理解下当前的局势 黄金关中和白银山西目前还是秦帝国掌握 白银河南还是老样子 秦帝国占据黄河沿岸,南边各路小石里云集 白银山东目前在秦国控制下 但秦国内部朱田内讧得很厉害 黄金江淮在向良死后稍有混乱 但楚淮王随即站出来夺权 目前淮王地位还算稳固 江淮仍然是楚国地盘 变化最大的是黄金河北 河北此前三足鼎立 北边燕国较为偏远贫瘠 主要还是西边邯郸一带的李良 和东边巨路一带的张尔陈渝在争夺 随着张尔陈渝立了赵王歇 赵国的高姓大族逐渐倾向赵王歇阵营 李良渐渐败下阵来 于是李良投降了张寒的秦中央军 与此同时王黎率领的长城军已经赶赴中原战场 这支部队最可能的进军路线是从山西通过井行进入河北 张寒此时面临选择是继续东进争夺山东还是北上河北 我们通过上杰定陶之战可以看出 秦军如果继续东进山东就必须继续争夺东阿 这一带水路四通八达 齐楚两军一旦联手 秦军很容易腹背受敌 非常难打 定陶之战 秦军能反败为胜 是由于齐楚联军各怀鬼胎闹了矛盾 一旦齐楚之间矛盾解除 他们主力都还在 秦军继续在东阿克场作战就很可能重蹈覆辙 所以公元前208年认9月 张寒决定北上河北 如果齐楚联军北上救援河北的赵国 那么齐楚联军就失去了主场作战的优势 秦军压力可以小很多 如果齐楚联军唯位救赵 攻打秦军黄河沿线据点 比如说濮阳、行阳 那秦军有信心少量部队 依托兼城死守这些大城 主力专心应对河北 况且一旦秦军离开 楚国和齐国没有了秦军压力 还能不能消除矛盾恢复团结 那也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随着秦军北上需要楚国做出决策 楚怀王此时已冲到前台主持工作 他在鹏城召开全体扩大会议 把楚国定性为反秦联盟盟主 既然是盟主 就必然要组建大军北上救援赵国 部队有现成的 真正的难点在领导班子的搭建 对此楚怀王煞费苦心 做了很细致的安排 王召宋义与济氏而大说之 英智已为上将军 项羽为鲁公为次将 范增为末将旧赵 朱别将皆属宋义 号为亲子冠军 宋义被立为主将 截止所有部队 项羽是副将 范增是二副 我们先回顾下 猛龙过江一节 理解下当时的形势 项羽组建的政权 本来就是至少十多个大佬 带领的各支部队的联合体 为了有效动员和整合处地资源 吸引大兴支持 项羽把楚王后裔 现在的楚怀王拉出来 当了傀儡大王 建立了楚国 宋义是故楚令隐 令隐是楚国特有的官职 大体就是宰相的意思 宋义显然属于旧楚国的超级贵族 在怀王被拉出来后才加入新楚国阵营 宋义是和就楚国联系紧密的贵族人士的代表 他们在新政权的位置完全依赖于楚怀王 他们是楚怀王的基本盘 所以宋义成为主帅是必然的 但现在楚国的各支部队都是其将领 自己拿枪杆子杀出来的 短时间内宋义根本指挥不动 怀王必须要安排军方人士作为副帅 才能压制不满与争议 而且这个副帅多半只能是向家人 项羊是楚联盟的总设计师 数以十万计的部队主要是向梁拉进来的 很多大佬在联盟中的前景都依靠向梁的升官许愿 他们在联盟的分配秩序主要和向梁发生联系 向梁死了 只有向家对大家有一定的公约力 楚怀王现在说话可还不能算 那让谁来代表向家呢 怀王显然不愿派出类似向博这样 在向家影响力很深的老资格 生怕他们完全整合向梁的遗产 在怀王看来 向羽只是向梁的侄子 年级又轻 替他出来继承向家 没准还可以诱发向家内部的不满 甚至内讧 实在是好选择 不过宋义主帅 向家副帅的组合对宋义很不利 因为宋义和各支部队的联系很浅 向家很容易串联大家 于是怀王又把范增抬了出来做二副 看着向羽为宋义保驾护航 继续回顾下 莽龙过江一届 范增是楚怀王 刚历时协调各方的关键人物 和所有军头都建立了很深的联系 有足够的能力捏合各方 当时范增辛苦的一一协调 目的都是让大家为空降进来的 怀王和楚旧贵族让步 这让怀王和宋义等人 对范增非常信任 有意思的是 怀王自己坐镇后方鹏城 今天的徐州一带 还特地将吕晨立为大司马 相当于大将军 其父亲吕清立为另隐 相当于宰相 吕晨是直接跟随陈胜的张楚政权出身 手里还有上万的嫡系部队 属于最根正苗红 自立最深的军头 怀王显然是担心吕晨的资历区部队会伟大步调 宋义和范增都压不住他 干脆把他留自己身边 因为同样原因 被留在身边的还有顶级元老陈英 怀王对于这样的架构应该很得意 自己的嫡系成为主帅 可以迅速扩充自己的基本盘 巩固自己权力 向家项羽为副帅 可以有效组织这次军事行动 同时项羽年轻资历遍于压制 范增为二父 一旦项家有小动作 他可以利用自己在军中远非他人可比的影响力协调各方 多完美的组合呀 但一到实战中就有点不对劲了 项羽年轻其盛 更是个模糊一般的凶悍角色 绝不肯让宋义为代表的旧楚贵族一系 抢走项家遗产 宋义十多年前就是楚国的执政官 一个混到宰相级别的人 其霸气可想而知 又怎么可能轻易放弃到手的权力呢 于是储君走到一半就彻底停了下来 项羽一系的说法 这都是因为宋义不学无术 脑子进水 导致储君停止了一个多月 其实呢 如果把项羽放到宋义的位子上 他也一定会按兵不动 开玩笑 现在两派你死我活 谁敢进军啊 等着到前线被人从后面捅刀子捅到死啊 史书留下的记载非常简略 似乎一个半月里也就项羽和宋义说了会话 别的没事 实际我们根据后世的类似局面 完全可以推出当时的情况 这段日子就是决战前的宁静 宋义和项羽多半每天一个个找各路军头和他们的团队 反复做思想工作让他们支持自己 其中范增肯定是双方反复争夺的焦点 从时候来看 范增多半采取了沉默的态度 总之你们且斗着 我不轻易发声 哥鲁军头当然不喜欢松义空降 可也不见得就喜欢项羽成为他们的头啊 就拿这次没跟着来的刘邦举例 他被向两派的部队政委看着 他舒坦吗 未必吧 刘邦要是跟过来 他愿意向两踩死 马上又来个项羽当自己领导吗 不好说吧 项羽和宋义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各路军头们反复做工作 范增多半是绝不表态 在后面随时协调 这些军头们说起来只怕是和范增最熟 最信得过的只怕也还是范增 实际的场景 项羽宋义这边和大伙说完 大伙都会去问范增的意见 范增多半会打哈哈 悄悄举及人气 没准这么逗下来 他范增长的人气比宋义和项羽还要多呢 这下三足鼎立 一时成了僵局 宋义作为主帅 要对军事行动负全责 眼下的僵局对他最不利 他决定率先破局 宋义的破局之策 真心说很高明 他多年高官积累起来丰厚人脉 让他和齐国关系很好 于是他一番运作 居然让儿子宋乡成为了齐国的丞相 当宋义举办圣言 带着众多大佬 欢送他儿子宋乡去齐国任相的时候 项羽一系可以说遭遇了釜底抽薪般的重击 这次军事行动是去与秦军主力作战 齐军也肯定会参与 谁和齐军关系好 谁在战场上就可以得到可靠的支援 否则就可能被人背后捅刀子 各军头从自身利害出发 看到宋义如此能耐 自然会大幅倾向宋义 项羽几乎败居一定 关键时刻 项羽显示了一个英雄人物 应有的灵敏嗅觉和绝不放弃的任劲 他立即意识到 自己只有突然发难 才能赢得一线生机 他毫不犹豫地立即执行 这种军中政变不可能孤军分战 项羽是进行了小范围动员后 在第二天的早会上突然发难 杀死宋义的 这种动员可以瞒过军中根基不深的宋义阵营 但是很难瞒过范增 范增该怎么选呢 从职责上来说 他应该火速通报宋义 但这就等于和项羽彻底翻脸 这是在军中 范增真的不敢保证 自己会不会被项羽的人在乱军中看死 范增都七十多了 一举由默默无闻到现在成功封后 他实在没必要冒险争这些大权了 关键时刻 范增退缩了 选择默不作声 宋义很可能自认胜券在握 在关键时刻 缺乏防备意识 项羽成功杀死宋义后 火速派人追杀宋义儿子宋乡 宋乡团队已经深入齐国底盘 宋乡已被任命为齐相 项羽乱来必然引发齐国剧烈不满 但项羽此时哪还顾得了这么多 格杀勿论 至此 项羽一系绝地反击成功 宋义父子丢了性命 楚怀王则成了最大输家 我们不清楚 是否还有其他和宋义相关人员被轻挤 但楚怀王的基本盘 彻底在军中失去了权势 这也意味着 楚怀王彻底丢掉了枪杆子 回到傀儡位置 只能无奈地等待项羽的血腥报复 是楚怀王的布置不高明吗 真心说 单论布置 楚怀王团队已经竭尽其聪明才智了 我们很难有更高明的布置 可楚怀王还是错了 错得太离谱了 玄雄长期武装争霸的格局 主力出击的巨大军事行动 他怎么敢躲在后方 怎么敢不亲临前线 刘邦 项羽 刘秀 曹操 刘备 这些致力于靠军队争霸天下的大佬 谁敢不亲临前线 你不亲临前线 你手腕在高超 又怎么可能控制得了军中军头 是 前线很危险 可能遇到军中兵变 可能像向梁 田丹那样战死沙场 可怕死 就别冲到前台来啊 你乖乖当傀儡楚王 安享余生多好 不比当年放养好多了 楚怀王的教训 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 我们甘于平庸 平平淡淡过完一生 未尝不是一种幸福 可如果我们自认为是不甘平庸的人 如果我们决然做出了放手一波的决定 那我们就没有了退缩的余地 没有了害怕的资格 进入生死局 有进无退 向死而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